如何判断一家足夷店正不正规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第一次去足夷店 最怕就是去了一家不正规的店 欲望战胜了理智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新人如何避免去到不正规的店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毕竟男生在外面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首先第一就是看门头装潢的位置 门头大装潢好 位置家店内比较亮堂 服务人员比较多 第二就是看项目 项目的价格不高 比较亲民 而且项目上写的通词易懂 没有让人联想的字眼 比如说我这里的连锁 100块钱就可以泡脚 按摩还有减餐全部搞定 三就是看机师的穿着 穿着得体 没有短裙黑丝 不可以展示身材 吸引眼球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可以看员工的支架做判断 如果不小心误判 去了不是很正规的店 比如说让你感到体验 不是很好的肢体接触 或者是暗示性的话语 一定要立刻的拒绝 并且严厉制止 我相信讲了这么多 大家都能安心的 必肯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